歡迎收看Visual Language,我是傳教師 本頻道會在每個禮拜六晚上六點分享潮流資訊、穿搭靈感 還有講一些幹話 那如果對以上有興趣的話,麻煩幫我訂閱按讚小鈴鐺開起來 那今天的潮流心訊就用比較輕鬆的方式跟大家尬聊一下 對,我發現之前出的影片都有點太硬了 所以我最近也會做一些比較輕鬆的主題,順便拯救一下我可悲的流量 那也麻煩各位信徒們動動手指幫我分享一下或是刷一下觀看的時間 那這次也來帶大家看的是Conveni跟DoubleTabs所推出的聯名速題 你沒聽錯,是速題 以牛奶盒作為包裝一共推出了黑色、白色跟均綠三種配色 那每件售價是8500日元 Conveni跟DoubleTabs相信都是大家在熟悉不夠的品牌 那這個單品一出一定是平價正反兩極啦 對,他就真的是一件速題 然後在左下角縫上雙方的logo 就這樣而已 其實現在有許多品牌 像是Ant Hollywood、John、Noah都曾推出過我們日常所需的單品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好奇 因為這種替代性高的單品或是消耗品 他們又以高單價售出,是如何在市場上立足 我後來也統整了一些心得跟各位分享 我覺得第一點是品牌認同 對於一個替代性高的產品 品牌認同越是重要 就拿這件速T作為例子 金額大概是2400台幣 說真的像我這種不是鐵粉的人 我其實會選擇 Uniqlo 390元的速T 但我相信還是會有人願意花大錢去支持自己喜歡的品牌 那第二點我覺得是品牌利用這些產品去營造的氣氛跟質感 當一個品牌確立自己的風格之後 生產的產品必然會有一種特定的樣貌 以Jun作為模板 他可以說是潮流圈非常特別的存在 阿對,如果大家對Jun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專門拍一集介紹他 那Jun是走一個極簡風格 利用許多原色、米色作為產品的配色 應該蠻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品牌 對 烏鷹男品 其實他們確實也有蠻多類似的地方 除了色系的選擇之外 他們所營造的質感 和使消費者有簡約舒服的日常體驗 都是他們想塑造的品牌特色 我自己覺得日常產品反而更容易看出品牌想傳遞給消費者的訊息 就是有一種在限制下融入自身品牌風格的感覺 那最後一點當然是由品牌認同後 我們信任品牌的價值與品質 應該大家都有過用過就回不去之類的經驗 我覺得其實跟這一點蠻像的 起初我們可能是被一個品牌所吸引 那到使用產品過後覺得品質不錯 那我們就會持續回購 這種時候就算市場上有再便宜的類似產品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持續使用原先自己習慣的那一個 以上三點呢 是我認為品牌能夠在競爭激烈的日常產品中存活的原因 可能會有人覺得推出這種東西其實蠻沒意義的 但是我思考過後 其實我更期待看到各家品牌推出自己的日常單品 穿上這些單品跟在家使用這些單品的時候 雖然可能不會有人去注意到 但是正然是一種表達自我態度風格 跟展現自信的一種方式 那老話一句 潮流即是生活 生活即是潮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想聽的主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下個禮拜六見 Ciao 攞開始 偉大 在 有 就是 是 至 enf